佛光照大地 法席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宇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为了提升佛光义工们的服务品质 马来西亚佛光山日前是办理线上的培训讲席 由法师们借此鼓励每位佛光人来学习 菩萨自立立他的精神 怀抱慈悲胸怀来为社会奉献 义工就是义务的 有狭义的 有正气 正派的去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所谓的菩萨必须要具备两个东西 一个叫智慧 一个叫慈悲 菩萨是众生的义工 义工是人间的菩萨 佛光人发心作为义工为社会奉献 学习菩萨道弘扬佛法 或提升服务品质 马来西亚佛光山办理线上义工培训课 请来法师出席提点 大师将他将这个义工奉献的精神 和行菩萨道的这样子的一个 佛学的内容做一个对比参照 让我们能够肯定当义工的价值 完全出自于欢喜的发心 心甘情愿满回喜业的 无焉无悔的这个胸怀为人服务 发心立愿 无愿付出 佛光义工们走访各地声援弱势 可是在疫情期间全力支援前线 鼓励每一位义工把握姻缘 实现菩萨斯尼里他的精神 超过200位佛光人齐聚云端响应 也期待未来带着更大的慈悲服务人群 继续把善美传递社会 人间为市马来西亚综合报导